清晨五點 太陽從玉山山脈探出頭雷 陽光好像看準了位置 穿過雲層 撒在高雄市甲線區 這裡是小林國小 今年9月才重獲新生的小林國小 三年前 無情的莫拉克颱風 讓這風光明媚的小鎮 頓時附上一層陰霾 但風雨無情 人間有情 在中央 地方政府 和民間任養機構的協力下 小林國小在臨原地 不到兩公里的無離譜 重新站了起來 早上七點 孩子們陸陸續續走進學校 這是他們在巴巴風災過後 再次擁有 成為新生的感覺 很高興啊 為什麼 因為可以搬到自己學校 那 我轉 學校多少人 算是幾個 那跟之前的 它變大 哪裡大 比較多人吧 嗯 它會想起之前的事情嗎 不會 不會 為什麼都不會 不開心嗎 那是疫情的事 很多 才幼稚園的小雨 今天有點鬧別戒 因為她不想要離開 要去上班的爸爸 不不不 放不到你啦 啊 對了 你忘記我們禮拜四要去戶外教學 對啊 我們還要告訴你要戴什麼東西 啊 你覺得不是很厚 啊 你太胖了 你太胖了 你不能跟著爸爸 你不能在那邊哭 對啊對啊 你好好喔 你不要說自己老安 嗯 我會想好 媽媽 我會想好 喔 你走開 我會想好 你走開 你走開 我會想好 我會想好 好 快點 你走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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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孫子還是孫女的 孫女 孫女 幾歲 五歲 所以還是幼稚園而已 對 之前就在這邊嗎 對 我們家裡就在這裡 其實很好 設備都很好 很完整 那環境呢 環境還不錯 不要啦 那妳小子尷尬呢 小子也是說比較好 比較好 老師比較疼 一般有三個老師才八個人 二人幾 二人幾 一數兩個老師 對 老師很用心齁 幼稚園大班 大班喔 之後也會繼續上小林國小嗎 對 他之前也有去小林國小讀一年 中班 他現在是大八人 我們住永久屋裡面 離這邊要多久 差不多一兩分鐘而已吧 很快 小林人比較熱情啊 對啊 而且我覺得 小林人很重餐 老師 因為小幼稚園都會煮點心嘛 去對面拔就有菜了 對啊 很興奮 很興奮 對啊 一般的神奇典禮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今天的神奇典禮很不一樣 七個人的小樂隊奏起了國歌 因為這是小林國小重建後 第一次真正的神奇典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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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脱帽 向老师寻找安理 老师早 各位小朋友大家早 大家早 今天天气非常好 我们已经跟小朋友说过了 未来我们的升旗 在我们的升旗台前面 我们要像一般的学校一样 他们怎么升旗 我们就怎么升旗 就有看到有些小朋友他就很期待 然后看到学校正在盖的时候 他们就很兴奋一直跑回来 然后那时候还没有操场的时候 他们都是在外面那边玩 然后等到操场 那个全部的操场都跨线完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一步我就很感动 因为我就看到他们就很兴奋了 然后就开始假装自己已经在运动会的现场了 然后就开始有的人呆残盘 有的人在跑步 有的人在旁边那种吹哨子之类的 然后就预备一开始 然后他们就很兴奋在那边跑步 然后有一些小朋友就是在那边玩篮球 所以就看得出来他们是真的很快乐 很兴奋 很期待就是可以赶快回到新的学校来 首先第一曲 綠水 美白色的禮包 她的包有沒有 露台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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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茂是小林國小學生的一個特色 從幼稚園到國小 每一個學生 看到老師或是客人 都能夠大聲的打招呼 而且充滿活力 連校長都在升級時特別讚賞 他們 然後當然就可以來拿芝粉 裏 巫挖沙滑絕菜仔坤 情依賜 以我們班最大的對比就是空間變很大 因為那個時候是一個小空間裡面 塞了三十幾個小朋友 現在是一個大空間 裡面就是也只有九個小朋友 對他們來講活動空間變大了 對 然後又有自己屬於自己的學習環境 對 然後對呀 就很開心 我就是覺得他們就是學習上 也是也可以像老師 也可以比較單獨顧到小朋友這樣子 從爸爸風災發生到現在 外界的關心從沒間斷過 小林國小的全體師生 每天也都懷抱著感恩的心 真的對外界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謝 書一直捐過來 像一些要來幫我們帶學生 幫活動 一直捐助 像中秋節的時候 有人支助我們小朋友一盒月餅 每個人都一盒 有時候我們會莫名其妙的收到一箱東西 都不知道誰記得喔 台灣還是很多這種為善不予人之的人 我想說除了物質上他們供應我們一些 有時候也是來看看我們 跟學生有些互動的話 讓學生們了解 了解外界對他們的關懷 我覺得可能等他們長大之後 對他們的人生比較有滿真相的幫助 他們可能會學著有能力的話去幫助別人 三年前才剛到小林國小任職滿一年的王正樹校長 在風災發生後沒有一刻敢停下來休息 學校重建後他不再去想過去的事 只想得要如何帶領這群孩子走出傷痛 走出屬於小林國小自己的路 當初在縣市合併的之前 我們就家不只是這地區的一個家長 還有我們學校在這邊一直在討論說 到底我們的學校要不要再重建 一所偏鄉學校因為他們的物資各方面的條件 都已經步入了情況下 不能輕易把它飛掉 那後來也因為又有一些民間集約團體的一個建築 TBS文化基金會的一個任養 所以我們就決定說 學校必須要把它重新建立起來 我們原先的學校最近的地方 然後來找比較理想的場所 又油油的一片 那感覺就真的像一幅漂亮的土花一樣 那現在比較欠缺的就是說 學生的營養午餐這一部分比較煩惱 因為學生人數少 他所繳的午餐費 雖然都是還是補助 但是補助還是不足 那學生呢 一餐才繳個35塊 35塊我們也是跟他們做申請 夠的話那學生吃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就學的問題更沒有問題 我們老師都非常的優秀 我們就提供學生儘量就是說 有外面的活動或比賽 我們自在參加不在得名 最主要是讓他們去增加他們的視野 增加他們的一些外面的一些知識上的獲得 所以我們除了未來要發展的大阪府之外 我們逃敵我們會持續的發展 那我在這個教育上的推動比較 對學生可能會就是我的一個想法 所以說想要在這個英語上的教育上能夠更加的一個強化 我希望說這個偏向地區的一個英語實質啊 環境啊設置都比較缺乏的情況下 能夠有這樣一個資源來我想說 把我們學校的一個英語的一個學生的程度能夠提升 學校就是一個新的開始嘛 我們新的開始都要非常努力非常用心的去經營啊 我們希望說一個好的開始就是一個 很有希望的未來啊 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基礎啊 那你把基礎能夠砸根砸得很深的話 未來的話我想說這個學校 未來的發展可能是 大家滿期待可能是不會讓人家失望的 所以 新的學校嘛新的開始嘛 你就要一個新的做法 我們就是說跟老師講 大家一起來共和努力 就是一切就是為了教育 為了我們地方的小孩子 我們不希望說這個 這個一個偏向的學校讓他呢 再繼續的沒落下去 這是我們 我們的希望是這樣子啦 然後就是大家一起來努力 在孩子心中 或許有些傷痛 是永遠無法彌補的 但是小林國校的重建 至少能讓這群 之前記錄在假仙國校的孩子們 心裡有個寄託 累了也有個落腳的地方 烏瓦的毀壞已經重建了 但心裡的重建之路 卻還很漫長 未來 小林國校 這座孩子的天空之城 還要繼續守護孩子們的安全 也要守護著孩子們的笑聲 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 很會神秤 天空中 他愛著小的街 天空之城 感谢观看